马辛接种者旅游通道今天正式登场 对许多长期往返两国工作的游子 可以说是九汉逢甘露 不单如此 首相纳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今天还捎来了另一项好消息 也就是两国有意从下个月中起 进一步扩大陆路接种者旅游通道至一般游客 但这还要看疫情而定 此外 我国和新加坡也开始讨论启动航海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放眼不久的将来 互通新加坡丹纳美拉杜伦码头 还有柔佛迪沙鲁码头 扩别一年多 重返家园的起越 即使是透过镜头同样不言而喻 马辛接种者旅游通道今天正式开通 您正在看到的正是第一趟从邻国新加坡起飞 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 以及首趟从新加坡出发 抵达新山拉庆巴士总站的首趟VTL巴士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今早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后 中午便前往新加坡总统府会见总统哈利马 还在联合记者会上 为两国国人捎来另一项好消息 两国领导达成共识 计划从下个月中开始进一步扩大 接种者旅游通道至一般游客 意味着如果城市 两国将相互开放旅游 首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师城的伊斯曼沙比里也表示 除了解除两国之间的旅游限制 届时也将重启马新第二通道 开通更多巴士路线和火车服务 随后将轮到允许个人交通工具 如摩托和汽车过境 除了上述提到的开放措施 我国和新加坡也开始讨论 启动航海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包括考虑推行试验计划 让新加坡邮轮停靠我国港口 并放眼在不久的将来 互通新加坡丹纳美拉杜伦码头 和如佛迪沙鲁码头 同时会针对恢复新加坡 来往我国其他从事的航班 整理出相关措施 李显龙表示 虽然如今Omicron愿意毒株腾空面世 但两国开放更多边境的目标不变 只是将根据全球公共卫生的 事态发展做出调整 因为重启跨境社交和经济活动 对两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